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天主教这个弥撒 一共有34个所谓的禅念器 我们今天已经在第三十周了 所以已经快接近这个离一年的结尾了 所以我们所听到的弥撒里面的读经 也都是走向未来 我们今天在这第三个主日里头 所听到的读经 有三篇 先是耶路密亚 后来有希伯来书信 第三篇就是马尔古福音 为什么因为是马尔古福音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一年 嘉年是马斗 一年是马尔古 秉年是洛家 那么第一篇的旧约 耶路密亚先知书跟新人里头的福音 常常是彼此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今天听到的耶路密亚 在第一三十一章里头所说的 就是说将来天主要痛爱他的人民 我们晓得这个耶路密亚是公元前第七第六世纪 他的宣讲呢 有好多是教导人民要悔改 但是呢不然的话会得到天主的这个惩罚 结果他们不听了 那么最后就这个惩罚来临了 惩罚是什么呢 就是叫巴比伦大军 来把耶路撒冷占据了 摧毁了 圣殿圣 都被他们摧毁 并且巴勒斯有地位 有本领的人都把他迁到巴比伦去 这就是所谓的巴比伦从军 在那里一共带了五十年 就是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到五百三十八年 但是耶路密亚 等到他们已经从军了 完了 他不再去恐吓他们 而是说天主要宽待他们 要把他们领回来 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些话呀 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有诗意的了 他说啊 上主救了他的百姓 以色列的人民 以色列的那些人 怎么样讲呢 他说我要从白帆领他们回来 从大地的尽头召集他们 其中有瞎眼的 有补腿的 有孕夫 有产夫 所以各种的人 那么其中啊 这些人 他们都要成群结队的回到这里来 好了 还有这么一句话说 他们一路啊 哭着回来 我领回他们的沿途的 要去安慰他们 所以我们看旧约先知 耶利米亚 已经预言 天主要安慰他的百姓 好 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了 福音是马尔古福音 也是捡耶稣 他是从加利利亚 经过这个撒玛利亚 已经到达了 犹大了 犹大一个重要的城市 就是耶利哥 在耶丹湖旁边 所以他离开耶利哥的时候 就有一个瞎子 他的名字叫做巴尔地买 这个瞎子 我们可说也蛮有慧根的了 他一定听过 耶稣这个人是谁 所以他马上就大声的喊叫说 耶稣大为之子 苦怜我吧 别人说 哎呀 不要麻烦了 不要叫了 但是他散了更大的声 叫喊说 大为之子苦怜我吧 所以耶稣听到了 就叫他过来 别人一说 好了好了 他叫你去啊 来了以后呢 从他的这个呼喊的声音 现在有一个对话了 耶稣跟这个瞎子对话 怎么样对话 耶稣说 你想我要什么 他说 老师啊 你叫我看见了 所以这个瞎子 蛮有信心的 他相信耶稣能够叫他看到 那么耶稣怎么样呢 就对他说 去吧 你的信得救了你 哦 那么相信 现在就按你的意思做吧 那么瞎子就立刻 重见光明了 跟着耶稣 一道去了 耶稣 耶稣就是 坚身成人的天主 他来安慰 他的人民 只好 瞎子 叫脯子能走路 叫死人能复活 我们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耶稣 来代表 天主的安慰 不过 从我们一方面 要相信他 要依靠他 啊 渐渐降到这里为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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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